好,那等一下我们会 就是因为这个场次全部都是 用问答的方式进行 那我在最后也就是2点55分的时候 会这样举牌 但不确定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把我的背景先去掉 好,我会这样子举牌 就我们这边就不按零提示 好,那等一下就会是这样的进行方式 那我们就请主持人胡远辉老师为我们主持 是不是有一个要事先进行的大合照 没错 好,那现在我们就先大合照 如果有意愿就是把脸露出来的话 就麻烦就帮我们打开视讯镜头 好,那越来越多之后 它就会一直一直一直进去 一直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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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边就准备要拍照咯 好 好 3 2 1 我们再一次咯 3 2 1 检查一下档案 OK OK 我这边已经拍好了 好 这个我们就进行今天这场难得的这一个主题演讲 还是要先跟大家问候一声 大家好 其实我相信今天的主讲者不用我多做介绍 我其实只要开个头就可以 我其实只要开个头就可以 不过怕大会说我这样子偷懒 所以还是多说几句话 相信今天在场的所有的朋友大家都会同意 我们现在正经历一场可以说是我们有生以来没有碰过的疫情风暴 那这一场还没有办法看到的终点的这个疫情风暴 它不但改变我们的生活 其实也对我们既有的社会体制 甚至是它背后的这个思想的依据都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那其中当然包括我们这个传播领域 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 是在针对传播产业 传播生态 甚至传播媒体 在疫情下所产生的这个冲击 来进行研究 而且发表一些报告 那其中当然还有一些根本的对于人类的沟通方式 沟通制度 甚至沟通的思维都进行很多的调查 那毫无疑问我们大家会同意 COVID-19这个疫情 它深深的正在冲击我们的沟通的这个体制 还有我们背后的思维 那怎么样来因应这一场挑战 它不但是智能上的 而且是智慧 长期在开源科技开放社群领域工作的承控 其实很早可以说就是 这一场变化的过程中的先行者 早期它就是聚力临时政府的专案贡献者 而且积极参与线上的法规讨论平台 在台湾的这个相关的活动 那么担任政委之后啊 我想各位都很熟悉 特别是在疫情的期间 包括像是口罩实名制啊 或者是简讯实联制 这几个制度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 那事实上并不是只有疫情而已 在疫情之前 唐峰政委在他所负责的 像开放政府啦 社会创新或者是青年参与的领域 他都做了非常多的推动 也产生了很多创新的措施 那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是我们好好跟他吵架交流 甚至是质疑问难的一个机会 那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很多问题 都提在赛上面 等下说不定还有一些现场的发问 欢迎大家继续提问 那我相信透过这一场演讲 大家应该都不会有 social isolation的这种感觉 我们是不是就用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唐峰 唐峰请 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远距的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那slido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得到slido的网址了 所以我应该就不用再投影出来 虽然如果有人还没看到 我也再投影了一次 如果你可以扫QR Code 或者是slido.com输入0626的话 就可以加入目前已经有29个问题 而最高票已经有28票 的这样一个提问平台 那如果就是您比较习惯用讲的 而比较不习惯用打字的 那也很欢迎运用我们teams上面 有一个举手的功能 那按下举手的话 我们会在问题跟问题的中间 那让有举手想要追问的同学 或朋友有一个机会发问 那这样我们应该就可以照顾到 比较想写字的跟比较想讲话的 的两种问题的提问的方法 这样可以吗 那已经有一位朋友举手了 可能是在测试这个功能 那我们就先从最一开始 29票的问题开始 这个问题是说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 可以向民众宣誓说 有一天会还给民众 我想疫情只有缓和的时候了 目前看这个全世界科学界的一个共识 就是就好像流感没有过去的时候一样 COVID-19也只有缓和的时候 可能没有过去的时候 那现在大家都在讲 这个Alpha Delta Lambda 等等 那很快希腊字母可能就要用完了 可能要想一些别的字母进来 那但是说不定这个下一版 就好像我们这个 以前Windows都是用年份来当做编号 Windows 95 98 2000什么之类的 所以当希腊字母用完了 说不定就会把它叫做COVID-21 COVID-22 23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它没有完的一天 这个是可能要在一开始就讲清楚的 那但是纵使说 它会不断的像软体的版本一样推成初心 我们的病毒也要一直更新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去想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不断推出所谓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它是强化隐私的技术 也就是说我们诚然全世界都在第一波 因应COVID-19的时候 推出了一些对隐私可能有妨碍的技术 我举例 好比像说在最早最早有十年至以前 很多的店家都要求实名登记 而且甚至搜集到身份证字号 要求每个人只能掏出身份证 才能够进入那个场馆 那在指挥中心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当时并不是说好啊 那就就身份证就身份证 我们当时的做法是说 那我们来推出一个叫实联制指引 也就是说只要你留下可以联络到你的 通常是手机号码 以及任何一个称呼的方式 甚至你要叫什么这个张三李四都可以 不需要是真名 那所以所谓实联制有别于实名制 就是因为他省去了那个 你把过多的隐私告诉你去拜访的 那一个店家的这个步骤 那但是当然这个运作了一年左右之后 我们又发现说 但是很多时候侵犯你的隐私的 不一定是那个店家 有的呢是排在你后面的那个人 好比像说如果觉得说这个 你这个人看起来很很值得联络 那排在你后面的人 说不定就会即使他不知道你的姓名 但是他只要知道你的手机 而且抄下你的手机 那莫名其妙你就会开始接到一些 觉得你值得联络的人的电话 那但是这个也显然对于隐私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妨碍 那当然在大一些的连锁店家 他们有一些做法 好比像写一张小纸片丢到一个 就是类似投票箱这样的地方 确实也可以透过像你的笔迹 不想暴露的话 你可以刻个连续章 就是说在纸本的这个做法里面 我们看到慢慢有趋近于 看起来好像多多少少 可以保持一些隐私 但是也与此同时 有更多的店家就开始采行什么呢 你一定要加他LINE的好友 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在LINE上面 启用某一个城市取得你的个人资料 好比像说这个之前的防疫时联冲冲冲 就是一个比较多人使用的一个APP 那这些在LINE上面的开发 它的隐私的保护也好 它的资讯安全也好 我们在中央或者在县市政府 都没有办法确保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会造成更大的可能的影响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在三天之内开发出了简讯实验制 那简讯实验制就是确保说店家完全不会看到 任何你的个字了零 完全没有 那你的个字就是完全只给你的电信商 那电信商在在疫调人员 就是卫生局的要求之下 来交出这些之前check in的这些资料 所以我想每一个推出的制度 从一年前的实验制指引 到今年的简讯实验制 那大概不是宣誓说总有一天等到COVID过去 我们会还一些个资 而是说就算现在在COVID的时候 我们也一定要不断的去想 有没有哪些做法比上一代的做法更好 那我们一向都是说开门造局嘛 你行你来嘛 所以你如果想得出比简讯实验制更好的方法 那也很欢迎在这边提出 那我们就可以在接下来做到更 比简讯实验制更好的方法等等 那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去等疫情结束的了 疫情只有和缓 没有结束的一天了 那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人要追问吗 还是我们就往下了 好 那我们往下 那有一几位朋友们问说 对于媒体啊 过度将您以及陈时中指挥官等人过度造神话 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运作模式 会影响到人民的媒体素养 那对于现今传播媒体的发展呢 有怎么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以台湾的媒体来讲 把我跟陈时中指挥官造神的情况 现在应该可以说是蛮和缓的 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才对 那当然去年说不定有一些确实 那就算是在现在 说不定在日本也有一些啊 在日本这个对于我的宣传 当然很多是要推广自己的活动 或要卖书啦 那这些宣传 其实我觉得就已经把我当成一个动漫人物了 我常常看了之后 也觉得好像认不出自己来 变成一个 类似一个 像就是说你知道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 跟七龙朱里的悟空 可能只剩名字一样 但实质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当然说不定会影响到 日本的 对我们台湾实际的情况的了解 不过我一直都是跟日本的媒体朋友说 说很感谢他们赠送给我们的这批疫苗 因为他有了这批疫苗 我才能打到两剂啊 我是自费去打的 第一剂 那当时还没有人肯打 那但是因为他送了这批疫苗 所以这个指挥官最近也宣布了嘛 第一批就算像我这种自费的 也打得到两剂了 所以这表示说 我之后就真的可以去日本了 那等到我去日本之后 相信他们会用比较多面对面的 或者是即时的这样子的问答 来实际知道关于我这个人的事情 那这样子之前那些造神的东西 可能就会比较稍微少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的频宽 好比像说面对面 或至少宽频的这种交流 而不是跟着好比像说 一两个作者的一两本书 那是比较能够让人了解实际的状况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靠见面三分情 来这个把造神的部分稍微冲淡一点 那至于国内的情况 我觉得为什么比较和缓 就是因为不管是今天这个学会的讨论 或者是之前很多的大学啊 或者是一些甚至小学 国中高中等等 只要在青年参与这个业务上面 跟我多少有点关系的 我一个月至少也会接到四场左右吧 不管是线上还是去学校 那大家在我们YouTube频道 都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会听到我说 我觉得造神没有什么好处 那或者是大家问一些 我做的可能不够理想的地方 那有怎么样可以监讨改进 那我也都会很直接的讲 那可能也是因为保持着这样子 持续至少一周一两次的即时互动 所以我觉得造神的感觉 我觉得慢慢就比较淡了 那指挥官当然是每天啊 他不像我是每个礼拜两三次 但是每天下午两点半啊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造神的感觉 也是因为在最近就是 不管是媒体朋友啊 或者是自媒体 就是民间的一些朋友 他都提出了很多 就是指挥官听了 也觉得有道理 那我们本来是这样做 但是因为媒体提的有道理 或民众提的有道理 我们就改吧 那这样子改了好几次之后 自然也不会有一种 好像我们全知全能 我们什么都会 的这个情况 那在去年因为是边境固守嘛 那边境固守非常的成功 那比较少有民间提了 然后指挥中心赶快改的情况 除了当然粉红口罩了 民间提了大家赶快戴上啊 那除了这种例子之外 去年的比较少一点 那所以比较不会 就是有可以直接challenge 到指挥官的机会 所以也因此就比较有点造神 但是到了现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比较没有了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追问的 或者提出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再往下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当您遇到问题的时候 通常会怎么样思考问题的切入点 还有相对应的解决方式 好比像说 以这一次真的已经写好了 那的疫苗施打预约平台规划 来当做例子 遇到的问题点是什么 提出解决方案到执行 花了多少时间 采取的解决方案 可能会衍生了什么问题 这些会不会一并考虑 严格来讲 这个预约平台 它是把三倍券的平台 去进行一些参数上的调整之后 就上线了 所以可以说是9乘9的程式 都是已经写好的 那三倍券的平台 又是口罩的预定的平台 稍微改一下改成的 加上了健保快一通的 及时的身份认证的功能而已 那所以你说 我的实作的时间 如果你从三倍券的平台拿来改的话 花了多久呢 真的没有花多久 中间花最多时间的 大概花了一个星期 是去协调我们的TWCA 就是五大电信商 做电话认证的那套系统 因为那套系统 今年如果有报税的朋友就了解 那套系统非常的好用 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自己的 你根本就不用再去用读卡机 也不需要再安装任何APP 你可以直接就把你的手机 号码跟身份证字号输入 它就可以去辨认你是你 但是呢 这套系统呢 我们也有很多 好比像说拿拘留症的朋友 他感到不是很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字号 而TWCA只支援身份证字号 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用啊 所以就是我们就必须要去协调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协调的结果就是 在接下来疫苗预约平台开放的时候 即使你是外国人 你没有身份证字号 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自己的 甚至还包含预付卡 只要你办的时候是用你的 应该是拘留证嘛 再加上护照去办 双证件去办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确保说 就算你没有身份证字号 你属于那个可以打到疫苗的年龄 你也就可以约得到疫苗啊 那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这么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在处理 都已经是这么细的问题 他9成9 比较就是主要的功能 他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为什么 这么细的问题要处理呢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 leave no one behind 就是他只要有资格打疫苗的人 他就应该要能够约得到 他如果要约得到疫苗 他就应该要可以打得到 不应该有 我有资格 你要我来约 但是之后放我鸽子 那或者是说 我来约 我已经告诉你 我下周要打什么场牌 要去哪里打了 然后你紧急这个取消 说拿去给别的用途用了 那就是不要有这种 好像讲话不算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要有失信于名的情况啊 那这个是主要考量的一件事情 那他可能衍生的问题就是说 那势必不可能所有每一个想要来 已经注册说 好那我想要打疫苗 那假设我们一个礼拜收到了一千万人 说我下个礼拜想要打疫苗 但是我下个礼拜就没有一千万剂疫苗 那所以就势必有些人会失望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方式 去让这一千万人知道说 好那这一千万人 下个礼拜只有一百万人可以打 可是它是怎么产生的 那运气很好的是 我们在去年的叫做疫放券的时候 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我们知道有一千万人有预约预放券 但是里面我们只能发出七百万张的话 那我们就来抽签嘛 所以可能到最后就是说 大家都注册完之后 哪些人能够先打 哪些人要等一两个星期才打 应该就是会用抽签的方式 而这个抽签绝对不会变成是说 好像是电脑黑箱作业 而是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抽签了 那至于是说是抽出生日 出生月 身份证尾数 还是什么别的健保卡上面有的资讯呢 那这个我们就还在讨论 但是基本上就只是切成三十分之一 就是会可没有那么多钱 等等的差别而已 而且才刚成立真的超难的 超硬 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接下来看疫苗的实际数量 来进行决定 那它可能衍生的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 好比像说 我现在抽到七月出生的人 开始 就是开始先打嘛 那之后逐周下去 那我若是六月三十号出生的人 我可能就觉得说 那这样子我这样子算一算 我可能要等到八月底吗 我要等到九月初吗等等 那这样可能心里会有点失落感 所以这个是一个衍生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有想到什么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定案 那你行你来啊 很欢迎提出来 提出来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把它才形成为 我们真正上线的时候使用的方案 这样 好 那这个看有没有人要举手或者是追问 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咯 好 那往下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好 我们有了一年的超前部署 确实啊 所以口罩的预定 三倍券的预定 易放券的平台 这些都是同一支城市 我们都是一直在调参数 那所以一年来 大概就做这些事情 但是为什么中央的疫苗接种平台 到现在还没有上架 那这样子算超前部署吗 这样子遇到什么瓶颈 以至于规划执行遇到困难 中央跟地方的权责是什么 地方的权责 如果我们用中央的预约系统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它在哪些接种点 能够提供多少施打的量 的量能提供给我们中央的系统 我们就可以来安排预约了 这个就是地方要执行的事情 那中央要决定的事情 就是这种不分年龄 那只看你的出生月或者出生日 或者身份证字号尾数 那到底有多少个疫苗能够放来 这个我们现在是叫做八类以外 对不对 或九类以外 八类以外的这样子一个群体 那只要来这个群体的疫苗量大 那当然就是预约到的人就多 那来这个群体的疫苗量如果少 那能够预约到的人 可能就要等比较久的时间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量入为初的一个精神 所以你说遇到怎么样子的瓶颈呢 目前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目前就是没有input 所以没有output 对不对 那我们只要一旦是有一批input 能够到这个八类以外 那我们这个预约系统 当然就可以按照刚刚所讲的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 已经开始收这些封闭式测试的参数了 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都是在跟地方政府演练 那随时地方政府想要加入 他就可以再 呃框个白名单上面的多少人来加入 我们就实际给这些人打看看等等 这些都已经在发生了啦 那但是就是这个系统 到底什么时候接到输入端 以及输入端有多少计疫苗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而且也不是我决定的事情 那所以目前我们的医院系统 就是目前在这个情况下 那有指挥中心按照疫苗 什么时候扩大施打 什么时候有足够的疫苗量 那指挥中心择其其用 那目前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 好那大家如果OK的话我们再往下哦 好那这个画风突然一变 下一个题目是说 想请问您觉得有没有外星人 去年美国国防部公开承认有UFO的画面 但是呢那只是UFO的画面 不是UFO OK 那它只称为是不明的航空现象 也就是所谓的UAP 那美国国防部突然改变态度 说真的有一些UAP 那是不是因为太空人要打来了 那太空人如果要打来的话 应该是打卫星电话吧 这是冷笑话 OK那我想要讲的是说 我们当然已经有外星人了 对不对在国际太空站上面的 每一个人都是外星人 按照定义你只要离开地球 你就成为外星人嘛 离开这个星球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全世界的工作 都是要增加外星人的数量 不管是最后有一群人要跑去火星 还是说增加在太空站上面 可以住的人的数量等等 我们都是在外星通讯上面 其实在网际网络IETF里面 有一群人专门就是在做这种星际通讯 因为星际通讯它受到光速的限制 受到天体可以挡住别的天体的限制等等 其实它在安排上面 感觉上就不是牵个光纤 而且好像是开个卡车 然后上面载满了硬碟 那样子的感觉 那这样子的感觉上 我们现在习惯的网站 或者是很多网路通讯的方法 都需要重新想过 都需要重新规划 那所以之前我也对这个是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我会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尽一份力 一方面如果你自己现在身体强壮的话 你可以把自己准备好 未来当外星人 那或者是如果你对通讯科技 或者通讯科技有兴趣的话 那你也可以来帮忙 增加未来外星人的数量 我想未来外星人只会越来越多 现在当然就已经有了 那这个是 应该不会有人要什么追问 那我们再往下 有18位朋友们问说 政府的实名制 会不会有各自外额疑虑 那如何设定警卫防疫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实联制 那会不会转为警政单位 法级罪犯监控市民的用途 使嫌疑人 特别是那些觉得他要被 这个通讯保障监察法 这个感觉上就好像 会有人来开个调取票 去调他的通联记录的这群人 那因为担心被搜捕 那导致他不敢用简讯实联制 就变成了防疫的破口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 纸本实联制或者是在此之前的 那一些别的实名制 身份证等等的方式 我想我如果是逃犯的话 我应该是更不愿意使用才对 那所以 简讯实联制已经是把 不是逃犯的人的意愿 应该是有增加才对 好那但是假设即使是通缉犯 那而且在 就是警察 我们现在看到最近有些警察 他投出媒体 他说我们副指挥官 宗燕副指挥官 要求警察 就算这个通电记录给他里面 有一些1922的号码 因为我们当时设计1922 简讯实联制的时候 那15码乱数 本身是跟地点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不是经纬度 也不是门派号码 什么都不是 而且我当时是要求 除了第一码是看谁产制之外 剩下14码必须是纯乱数 那纯乱数的意思就是说 你若不特别去抄那个门牌的话 那你理论上 你看着那15码 你不应该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才对 那所以现在就是 宗燕就是副指挥官 要求我们的警察 不要去做这个抄门牌的动作 不要去试着还原 那15码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看到了 那要当做没看到 那当然很多警察都反应 他们有些人公开讲 说他们当然愿意 这个这样做没有问题 但是不更好的方法 难道不是说 他跟电信调一个通联记录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特别说 麻烦帮我还原 那因为疫调用途only 他不会帮他还原 那这个就不好用 不好用 我可不可以就说 那就干脆不要给我呢 对不对 可不可以说 那我调通联记录回来的时候 里面的那些简讯的发送时间 跟发送给哪些号码 如果那个号码里面碰到1922 那根本就不要给我 那自然也不会有我收到之后 要我不要去还原那15码的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最近几天都是在询问 这个各大电信 有没有可能说 在掉通联记录 就是几点几分 往哪个号码的时候 在电信端技术上面去排除掉 1922这个号码 那我们目前听到电信端都是说 技术上是可以的 技术上是做得到 但是他们也希望有一个依据 这个依据就是说 不管是NCC告诉他们说 要这样做 或者是法务部检察司 说这件事情 他不在就是 掉通联记录的范围里面等等 他们还是会希望说 不管是一开始要掉取的那个人 讲清楚说1922 就不是在所谓的通联里面 或者是有谁做一个解释 就是说他本来就不应该在那个里面 那这样的话 他们已经就是 讨论好 已经调查好可行性的这个技术 他才可以按个键 然后把它启用 他如果现在启用 那未来又发生争执 因为有人想要掉 所以没有掉到等等 那这样这个电信商 当然是不想要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 就去做行动 所以这个情况 跟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系统都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技术上面 大可以去探讨可行性 甚至都可以 把运营演练什么都做好 只按个键就可以启动的情况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演算法去凌驾作用法 所以必须还是要在法律的朋友们 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定性 或者至少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 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这边准备好的 好那我们就把1922 绿掉的这个技术 才有可能在电信这一端 或者是说在 我们叫通报法 建制机构那一端 去进行启用 那这样的话 自然就是警员就不会再看到 1922的通年记录了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 这个有以待之 就是先把它 准备好在这边 然后看看之后 在不管是法律的解释上面 或者是我们平常的 运作方式上面 有没有可能 大家同意说 那1922基本上就是 医疗使用 only才是对的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讲的这么清楚 也是说 那除非你是现在 正在被监听的逃犯 那不然的话 其实这整套事情 也都跟大家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但是即使是 正在被监听的逃犯 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值得 好好讨论 来好好解决 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们下一题咯 23位朋友们问说 听过某次的访谈 您说民营工程 能够对抗假消息 但是呢 这位朋友认为 民营所代表意涵 有很多的面向 好比像说 民营它因为容易传播 所以它的民营就很简单 简化 那民营有时候 让人看起来很开心 但它不是只是为了娱乐 因为有些民营 后面是有些意识形态的 那它有很多影响 那所以尤其在社群媒体 渗透的时代 民营不是只是好玩而已 那但是呢 尤其政府部门 这位朋友说 进来常常使用民营图 来传递讯息 那您所谓民营 能够对抗假讯息 这个观点是什么 以及如何看来媒体 跟数位科技的渗透 渗透的部分 我们知道有很多团体 在做这方面的讨论 好比像说像IORG的 那个什么新荒保全 新荒周报 我现在都会收到 就是他们目前看到有哪些 操弄正在发生 就会把它公诸于世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 就是你叫破了 它就不值钱了 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它说 有这个操弄正在进行 那这样你再看到 不会有一个耸动的情况 是不是找什么灭活疫苗基数 就是先把那个病毒 中一个比较让人不会 一看到义愤填膺 就传出去的那个包装 先让大家在一个静下心来的情况下 看说它就是要你心慌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在心里就会产生心灵的抗体 那之后只要它DNA序列不要差太多 我们就会造成这个群体的免疫 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说 民音对抗假讯息 其实就是把民音来当做 像这一类疫苗的方式在使用 也就是说我们在民音里面放了 大家都会以前看了 就义愤填膺 马上就转传出去 什么政府怎么可以 我去烫头发 一个礼拜烫两次 就要罚我一百万 之类之类 就是它看到大家觉得很扯 那很扯自然就会转传 那所以很多的假讯息就是在 就是彼扯林还扯的这种感觉里面 就马上就传出去了 那但是呢 我们当它把它包装在一个民音里面的时候 它还是很扯 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是把它加入一个笑点 好比像说这个苏贞上院长说 我年轻的时候有头发 那我是绝对不会去罚有头发的人的 虽然你如果一直烫头发 到最后你就没头发了 看看我就知道了之类 那这当然是蛮有梗的说真的 但是这个它没有任何攻击其他人的意思 因为它自己曾经有头发 也曾经没头发 对不对 所以它并没有得罪两边任何一边的人 那它的措辞也不是非常强迫式的说 你就是一定要相信它 一定要接受它 它只是在讲说民间在传这个很扯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扯 那但是呢没有那么扯的时候 它又放在另外一个 其实蛮扯 扯头发的 在这件事情的框架里面去做 那所以它后面这个 因为它结合了 重组了这个民音的蛋白 我还是不要就是用太多这个比喻 但是重组过了之后 它就更potent 就是R值就更高 所以它重新混搭过的这个民音 它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 就比本来那个烫头发 要罚钱的的R值还要更高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感觉上说 那已经中了这个民音之后 你再去看本来那个 你就觉得没那么扯 事实上是有点无聊 那所以你就不会再去分享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怎么样用民音来辟谣呢 就是让民音比谣言还要扯 但是在这里面这个民音必须 它最多就是开自己玩笑 不能够去再去撕裂社会 再去造成对立 或者再去贬低某一群人 它必须是就是比较高层次的humor 不是说比较低层次的 好像是去拿别人来开玩笑的这种感觉 大概实际的运作是这样运作了 那这样OK吗 大家有没有要追问的 还好OK 那我们就这样往下 好 那有21位朋友们说 只要政府出了问题 舆论就会召唤唐 那就会找你出来想办法 那喜欢这种临时任务的工作吗 还是手上其实有规划中的工作 可以分享有没有什么规划中的工作 以及两种工作的差异 以及我个人的喜好 我本来的规划中的工作 其实我就是真的负责规划 而不是我去执行 好比方说刚才这个胡老师提到的 我们的公民联署 那现在虽然我都跑来防疫 但是其实公民联署案还是继续在执行 它并不是因为我跑来防疫了 所以就不能联署到5000人 就不算了 绝对不是这样子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其他像社会创新等等的活动 也都是在没有我的情况下 都可以自己的去完成 那到底是什么非我不可能 大概就是出国去做外交行程 大概就是这种事情 那这种事情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了 也没有什么好出国了 说真的 所以现在的做法 就是说在我打两栖疫苗 并且都生效之前 我现在就是用视讯 用网路取代马路 所以我现在还是接很多 国外的一些外交的行程 那跟其他国家的部长 或内阁的阁员 或者是议员等等 还是不断的有像这样子的视讯 常常我一醒来就是在美东 不管是美国加拿大还是南美 然后慢慢的随着地球跟太阳 然后移到印太地区 然后到傍晚的时候 就会移到非洲跟欧洲 所以常常就是每天这样 跟着太阳跟时区在走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反正人都在这里 我并没有离开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所以随时我这样子视讯完之后 我马上就要来处理一些临时的工作的时候 对我来讲就只差一个番茄中 就24分钟30分钟的一个时间 所以大家都知道找我的话 30分钟之后就一定找得到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在安排这行程 所以我想这种临时任务工作 对我来讲并没有喜不喜欢的差别 因为对我来讲 每30分钟之后 本来就可以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只是哪些排在前面 哪些排在后面而已 那我个人的喜好 其实是都可以 因为从我角度来看 我既不是必须跑到什么实体的地方 我也不是说 哎呀我从头学一个新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说已经现成的系统 那今天教育部跑来找我说 有非常多的父母 他的小孩 每个小孩 现在我们要发1万块给他 可是我们又不想要造成群聚 也不希望他们去临贵 我们也不希望在线上造成排队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前面纾困的情况 我们希望把所有前面纾困碰到的状况 都不要发声 那教育部就跑来找我 那我也是一样 30分钟就规划出一个方案给他 那之后我又去做 我本来正在做的事情 那现在应该蛮成功的 在1万.gov.tw 以及八九成的人 都成功的就是领到钱了 那现在那个打工组 就是劳动部的部分工时 因为太成功了 所以他们放弃掉本来的系统 跑来用教育部的这套系统 所以接下来打工组 也是在pt.1万.gov.tw 一样就说你key身份证字号金融卡号 就会给你 那你真的很想去提款机 那你就去提款机 就可以领一万块的现金 那这些都是三倍券系统 改几个参数做到的 所以对我来讲 凡是半小时内能够完成的 我没有什么喜好的课研 好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要追问吗 如果没有我们就再往下 有18位朋友们问说 你参与了课纲的计划 提到了core competence 就是素养 是所谓核心的能力 那8岁我就开始自学电脑程式 那为什么能够这么厉害 没有很厉害 现在8岁学的人很多 那学习有没有什么特殊方法呢 或者过去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学习 16小时都做研究 但是因为这个义务教育 我只有8小时可以做研究 我8小时要跑去你的国中上课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我能够学的 我在网络上都可以直接学到 而且还学的更多 那所以校长听了想了一分钟 就说好 来 那你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就是一天16个小时了 做研究的工作 那这16个小时 到底研究什么题目呢 其实严格来讲 我现在研究的题目 跟我14岁去找校长的时候 研究的题目是同一个题目 那个题目就是 英文叫Swift Trust 为什么在线上 比起面对面 人跟人更容易一拍即合 一下子就彼此相信推信致富 一起做很多事 但是也很容易一言不合就绝交 就是为什么在网络上面的 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跟消散 不管是轻社会的反社会的 感觉上都加权很多 那为什么就是面对面 反而很慢熟 那但是面对面也比较难 立刻就封锁你 这个打死不见面 大概很困难 对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件事情随着网络的频宽不同 随着大家用的器具不同 有手机跟没有手机的状态 也不一样 但是这个题目是没有一个止境的 就是我现在当然有一些想法 比较轻社会 我有提出这个快速公平有趣等等 但这个也都只能解释一些 眼前的事件 他去预测5年10年之后的未来 预测力也没有说非常强 所以这个研究的题目等于我 每一次一醒来 我又可以再做一点点探索 再做一点点探索 所以它是没有用完的一天 那所以也是蛮幸运的 就是从很早的时候挑的 那个研究的题目 就是没有完成的一天的那种题目 那全世界又有很多人 也很想要研究这个题目 包含我们做这个媒体素养 试读以及自媒体的 几乎所有人都是在研究这个题目 包含胡老师也是在研究这个题目 所以我在全世界就有很多朋友 那这样子的话 学习的时间 不会因为我入阁而有所影响 事实上我就算入阁之后 也还是有发paper V台湾也还是有发paper 所以对于学术社群 一直都是保持着 很友善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那我是很喜欢多研究 我只是不喜欢去学校而已 这个也要讲在前面 就像当18岁学电脑的时候 我说那是因为我很喜欢数学 我只是很不喜欢算数而已 那算数能够交给电脑做 那就是最好的情况 好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要追问吗 还是我们就再往下 再往下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感谢您多次出手 拯救国家老旧的系统 加换运行速度以及功能 那除此之外 有没有可能 有些办法 让政府官员的脑袋 也可以进行系统更新 这是属于脑坡的范畴 那毕竟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能不能让他们变得更有效率 更具有为国家思考 优势策略的一个脑袋 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并不是告诉他什么 而是去展示给他什么 就是show not tell 大部分的官员 只要他有第一手的经验之后 关于那件事情 他就可以做出非常好的判断 但是当他自己没有 好比像说 我们之前在健保快议通 在一开始推出 这个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当时可能有没有50万人 用过健保快议通 可能都没有 那到现在已经 1000万人刺下载 应该还更多了嘛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做关于 健保快议通的决策 基本上那个官员 就会做出非常精准的决策 因为大家都有用 健保快议通的经验 但是当年要怎么情况下 启用健保快议通 我们就要进行很久的讨论等等 那简讯实验制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是说 大家要先安装一个APP 然后还要启用 还要注册才能够使用 会花他超过五分钟的时间 那很多那个官员 可能你就得手把手的去教他 但是我们现在是说 不是这样子 你是用你的手机内建的照相机 碰一下那个QR Code 然后按发送 就做完了 我在当时提出简讯 实验制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的 包含我们的指挥中心的朋友 等等 我就实际就拿了 我的电脑上面 就放了这个QR Code 然后请大家用他手机的内建相机 碰两下 那所以就大概在五分钟之内 所有人都已经有第一次的 第一手经验 不过当时当然是传到我的手机了 当时192还没有启用 那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一方面 我就知道了他们的手机号码 我本来就知道 但是二方面就是说 我就让他们发现说 那这件事情不用教学 不用教学的话 那任何人第一次使用 五秒钟就可以完成 所以才有后面的 那个五秒三步骤的情况 那之后呢 当然他们就可以开始 做一些很好的决策 好比像说 大家都很习惯看到QR Code 五秒就送出 可是如果这个QR Code 它不是简讯 而是开到一个诈骗网页 或它是简讯 但是它是别人的手机 不是1922 那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会接到 这个其他格言的需求说 那能不能研发出一个 专门指认1922 而不指认其他东西的扫码器 那所以当时我就在隔天嘛 就提出这个demo之后的隔天 那也很感谢极管家的团队 那就协调出好 那你就加极管家的LINE好友 极管家就变成只认1922的简讯 别的都不认的 这样一种专用扫码器 那当然后来包含台湾社交距离 现在我自己都是用台湾社交距离 它真的是最快的一个 因为它在我的手机上Android 它可以直接建一个捷径 直接跳到扫码的画面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 我只要按一下碰一下 再送出三栋 那不需要五秒钟 可能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台湾社交距离就是真的不错 那但是这种新的扫码器 它都是看到极管家的例子嘛 它是在极管家 已经可以反诈骗的这个前提下 然后它去把使用者体验 就做得更好更好更好 那等到我们就是终于 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使用之后 那甚至联网 那它都不得不更新了它的 就是专用加朋友的那个扫码器 因为它本来是用来加朋友的 它完全没有支援简讯 但是可能因为它的客服人员 就是已经接电话接到手软了 说为什么LINE家朋友那边 不能够做简讯实验制 那所以后来他们终于也在 应该一个多礼拜前嘛 也已经启用了LINE的煮烧码器 来当简讯实验制 所以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只要有决策能力的人 一开始都有第一手经验 那以他们的判断力 都立刻可以看到之后 包含诈骗可能发现的威胁 但你若不让他有这个第一手的经验 他更不可能想到这一些 所以就创造这种很容易进入的体验 并且带着大家快速体验一次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有18位朋友们问说 理工背景 社会人文背景等等 资讯背景的人 可以怎么样子无间的合作相处 那在工作上面遇到难以沟通的对象 那会怎么解决 这应该是怎么解决沟通问题 不是解决这个对象 那第一个部分 就是怎么跨领域的讨论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我们在主持很多像开放政府 这种会议的时候 我们会去看那个主持人 他是不是特别偏向某一边 如果他特别偏向某一边的话 其他背景的人 就不会愿意上所预言 因为会觉得讲的也没有用 或讲的也是被盖掉等等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 大概已经运行了四五年了 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 因为我们每个部会都有开放政府联络人 举例来讲 像2017年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的这个案子 他的小桌长就不会是财政部的人来担任 可能就是随便海巡署或什么谁的人来担任 那也就是说海巡署的这一位公务员 他来主持关于报税软体多烂 怎么样更好的讨论的时候 民众在参与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他是公务员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一个纳税人 他虽然在海巡署服务 他也是要纳税的 所以他就一定是采取纳税人的那个立场 即使他是有海巡方面的以及公务方面的这个专业 但是如果我们去安排国税局的人 或者是金管会的人 或什么跟他比较近的人来的话 那民众就会有一种 那这个你的背景都是一定是帮官方袒护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安排 但是后来他必须再讨论海洋政策 向海致敬 就是一站是海洋油气网页 什么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说不定就是财政部的人来主持 因为虽然他是公务员 但他可能周末也是去冲浪 所以他就是站在就是要亲近海的这边 而不是站在公务员的这边来进行讨论 所以一方面就是你一开始组成团队的时候 就要确保说各个背景都有人 而二方面有主导权的那一个人 应该是更亲近大多数人的那一个身份 而不是亲近专业者的那一个身份 那这样子大概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两次这种跨部门讨论 所以这样子累积一下 现在已经快要上百场了 开放政府协作会一下来 那这样大家都一下子就会在脑底 有这种转易的能力 那但是这个当然就需要时间的累积 但一开始团队跨部门的组成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疫情期间居家防疫有 有没有推荐Netflix的片单跟歌单 这个算不算独立厂商呢 让大家宅在家打发时间不要乱讨 或者是书单也可以 谢谢 我自己我只能分享我自己 我不能说大家怎么样 我自己在防疫期间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这种被动的去看电影 或者听歌或什么 我都是加入线上的讨论是真的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反正大家都关在家里嘛 这个时候反而是天涯若比林 只要它的时区跟你不要太远 那你们醒着的时间差不多 那在以前还会有不同的国家 或者不同文化 或什么你不会想到它 但现在就不是了 像就是胡老师有提到这个Clubhouse 那Clubhouse当然因为可能资安上面 因为它比较就是有一点 我在想怎么不得罪它的一个讲法 就是有一点不花太多力气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我就比较少用 那但是其他的部分就是关于线上 这种像Gather Town Gather Town我也会用等等的做法 就可以在线上一下子就找到一群有意思的人 然后就开始大家天南地北聊一聊 那像G0V 林市政府黑客松 本来都是实体嘛 那现在也都好像搬到Gather Town上面来 来进行了 所以稍微找一找的话 就会找到很多 有点像是线上及时多人游戏 但这个游戏不是只是就是打怪拼积分而已 它是真的可以让你认识一些朋友 而且可以真的做出一些有用的事情来的 那我觉得还是要创造啦 不然的话就会只剩下品位而已 但是品位它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你的社交圈可能就是越来越小 因为就是类似品位的人才会来讨论 这个看什么影剧啊 或看什么书嘛 但如果是创造的话 那品位不同 反而可以让你创造出更有趣的事情来 所以我觉得跨品位 还是要靠创造来进行了 大概这样子推荐大家 18位朋友们问说 唐宝您好 想必您一定尊重以及注重多元发展的人 想请问您如何看待从小学习 城市语言这件事情 毕竟一定有人不适合嘛 但我们目前的趋势甚少成上 也让很多做父母亲的家长感到非常忧虑 那么这样子是不是会跟我们现阶段尊重多元 以及不同学科的路线有所冲突 甚至是造成不必要的学科冲突 例如像李祖或者是文祖 我当时在十二年国教课发会的时候 我都是保持中立超然 因为我连高中都没有念过 自然也没有什么李祖或者文祖的问题 当时在讨论说 教官要怎么样子慢慢转变他们的角色 逐渐退场等等 那大家都充满了情绪 但我一个教官都没有碰过 所以我就可以很中立的来讨论这件事情 对 那所以当时我们在十二年国教新课 当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城市语言也好 或者是外国语言也好 它都是当做第二语言来使用 而不是当做外语来使用 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你如果是当做一门外语 那是把它本身当做一件事情来学习 如果是把它当做第二语言 你是透过它来学什么别的东西 那如果是透过它学什么别的东西 那个别的东西 每个人当然都不一样 所以就可以尊重多元了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事情是大气科学 那你学一点城市一定有帮助嘛 但是如果你感就是感兴趣的事情是 哲学逻辑推理等等 那你学点城市还是有帮助 其实很难想到你有什么学科 然后学城市对这个学科没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把城市语言当做一门外语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要背关键字了 你要学一大堆就是到最后可能用不到的东西 那这个当然大家就会丧失兴趣了 就像很多人他本来小时候对于英语是很有兴趣 但后来发现他要背单字然后要考一百分 突然他对英语就没有兴趣了 这是人之常情嘛 所以后来就是说那我们就融入式 就是你用英语来学一个主要是用英语来表达的一件事情 那举例来讲像我们城市设计就很适合用英语来学 那反过来讲如果你想要去学像刚刚讲到的生物学啊 或者是大气科学啊或者是语言学逻辑学等等 那你透过城市一下就可以更好的来掌握这部分 因为就像我当年学数学一样嘛 我可以专心在数学上算数就我就不用浪费时间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冲突的 但是这需要老师放弃掉那种他手上都是标准答案 大家都来学这个标准答案的想法 而是老师手上是有很多torkit就是很多工具箱 那学生每个都想要学不同的东西 那老师来介绍说那这个工具箱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那件事情上面能够帮助到你的忙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为什么设计国家不可能立刻就上路 而必须要透过三年到六年大家彼此互相观客 共同备客社群或者是民间像孟德恩次方啊 这一类的做法 那就是因为说我们需要老师来扭转 他本来手上都是标准答案的这样子一种心态 那大概先回答到这里 那有17位朋友们 有人要举手吗 还是不小心按道而已 好像不小心按道而已 目前没有 不过您要不要最后保留几个 好 先给现场的 没问题啊 那我们就回答完这一个之后 我们就给现场了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司法院最近加进脚步部署远居开庭 但目前各法院受限于经费硬体设备还不能全部到位 相较于行政部门 公部门或司法部门被告的资讯能力似乎有待协助 拥有较多资源的被告可以聘请律师 在于处理远居开庭的事宜 那一般弱势的被告比较难取得必要的协助 那请问怎么样解决被告的资讯落差的问题 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了 一方面我们是用宽评作为人权 在任何地方499或469就可以吃到饱 所以取得频宽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二方面是说那怎么样取得那个设备 那现在也有一些图书馆 数位机会中心文件站等等 那甚至学校就算他在没有开课 停课不行学 停学不停课 停课不停学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的学校也可以用来作为就是你远距的使用 那甚至像我们刚刚讲到教育部的 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如果你真的就是很弱势不会使用的话 你甚至可以去你附近的小学 那附近的小学的老师会教你怎么样帮你的小孩 去申请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如果你是完全连ATM都不会操作的话 那老师也可以来帮助你等等 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们之前有一个很强的 就是我们包含数位机会中心以及大小学办等等的 这样一个数位支援网 那至于这个支援网 是不是要延伸到被告的部分 我觉得当然是很好 那不过这部分很可能是司法体系 跟我们法务部要做一些政策上面的决定 那在技术上面随时如果需要我帮什么忙 那我就再花30分钟嘛 来规划一下 好那slido的问题是不是就到这边 那看大家在线上有没有什么想要用 就是讲的想问的问题 请不要客气如果有任何问题就举手 请问有吗 如果没有我其实还蛮想看您回答那个提问的一个题目 是说您的手机所使用的格式 OK 这很好的问题 我来证明一下 就是说这真的是我用的手机 这个问题是说 请问您手机用的是怀旧的Nokia 8110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脑袋已经赢过了智慧的手机 所以反而就不需要智慧的手机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就是你看随身带在身上 不是不是看到这个才突然间变出来的 那为什么是用这台Nokia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容易对滑动的荧幕上瘾 那我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是这样子 那有些人特别容易 那对我来讲只要隔着键盘我就不会上瘾 那如果是隔着一支手写笔的话 那上瘾的时间可以稍微拖慢一点点 那所以我之前常常是用触控手机 就觉得说不是我在滑手机 是手机在滑我 那我警觉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最常用的触控手机我就不用了 那我次常用的触控手机 因为有一支笔 它是一台Galaxy Note 这真的不是业配 因为我一直都是用笔的 那我就还暂时用一下 所以Galaxy Note加上Apple Pencil 就是我上班的时候用的 但到了下班的时候 我也不需要一直滑手机 也不需要一直看手机了 那我就可能再离远一步会比较好 那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像这样子的 只有键盘 连笔都没有的 那我是绝对不可能对它上瘾的 像我们现场有一位发问 是王一莲吗 请 你花很多时间在研究那些就是我们线上现在聚在一起嘛 然后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就是跟彼此处得更好 但是也更有可能会翻脸 那您从事这么久研究 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可以去注意 比如说在线上交流的时候 或者是之后疫情结束之后回复正常交流 我们更应该去关注身边朋友心境的哪些转变 是是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 我想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一个共同在场 co presence 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都说我不喜欢 virtual reality这个说法 都是说shared reality 共享的现实 那因为大家如果在VR里面 那每一个人都去一个别人都到不了的地方 那很快就没有现实感了 人跟人之间就不可能再快速彼此相信 大概就只能快速彼此不信了 那但是如果我们约好了 都是到像getter town 这些就是大家共享的一个地方 讨论的也是大家都关注的事情 其实有点像今天用slido slido大家就会像俄罗斯方块一样 去想说那下一个下一个 唐方会怎么回答 就大家注意力会集中在同样的地方上 那只要不断营造这样子的经验 那即使是暂时没有办法面对面 你下次面对面的时候 你可以去refer to 就是说你可以指向在两次见面中间 你们还是共享的一些我们叫social object 就是社会物件 那这些社会物件 不管是slido的题目也好 或者是我们在线上共创的一些东西也好 等等 那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共同的话题 那这样人跟人就比较容易凝聚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你在设计互动 特别是非同步互动的时候 同步互动大家都有一些就是ethic 就是一些礼貌 但是非同步互动很容易我脑补你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不礼貌 但你看到之后就觉得很不舒服 这是什么悲伤下载两次 什么之类的 就有些专门的这个艺术作品探讨这个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类似slido 让大家可以一方面容易匿名的提问 也就是说你感觉不到你在攻击谁 因为他反正提的时候就没有名字 那或者是纵使是能够去比明或者是真名的话 不要有一种让他直接回复的方法 像slido 你只能把它推上去 但是你不能去打脸他 那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不能打脸 就只能打输 那这样子那个social object就很容易凝聚 那但是像Facebook在他有那个很好的圆角 跟那个就是讨论川以前最早的那个情况 都是自动带入那个人的名字跟他的脸嘛 所以就会变成是你基本上只能打脸 不能打输 专门打脸 对一个平台 那这样子人个人直接可以 就是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说 那大家快速彼此不信任 甚至彼此封锁等等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就是社会空间设计的时候 其实不是人性怎么样 而是这个空间让我们的行为变得怎么样 大概先回到这里 好 谢谢 看起来时间好像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保留 有吗 如果一定需要在这个时候提的 大概没有了 看看有没有要举手的 那还好 那我们 您要不要最后做个结语 有没有要再说普通的 好啊 那我们民主原则啦 还是把最高票的两个回答掉 一个是说画面模糊是不是在操控大家的脑坡啊 不是这样子的 我操控的只有我自己的升坡 那至于升坡能不能操控大家脑坡 是大家自己决定的 那以及为什么我在地方看起来像一座空屋 其实你戴上AR眼镜 它的内容才会出现 不是 因为我现在非常常需要跟国外视讯 那我如果在背景放很多东西 那这个自动绿幕的系统 有时候就会出彩啊 就会突然冒出一个物体 一个物体等等的情况 那所以呢 我现在通常为了剪接方便 以及去背方便 我就会确保说我穿的这个色系 在我的背景完全不出现 那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他要后置去去背 还是他要及时去去背 还是及时模糊化 还是要套上那个就是活动的 一个标准的wallpaper 一个背景图片 那这个对于后置人员就会 他比较容易 但如果里面出现一块一块绿色的 或跟我穿的衣服类似的 蓝色或白色的色块的话 那就会找后置人员的麻烦 所以你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摄影棚 可能就比较了解我的安排的做法 以上 好 非常谢谢您这个丰富的这个问答 特别是最后这一块已经显示出 这个传播领域的电视制作的专业 我想大家在场这么丰富的这个 但是又非常有限的时间 都已经有很多的交流 那我相信这个以我过去对唐峰的了解 他很乐意 所以是跟大家保持联系 那么在今天的讨论中 无论是从您的个人 或者是从整个政府的作为 我想甚至是对整个沟通 体制最基本的一些问题 相信都还有很多可以继续讨论的地方 我们感谢您今天给我们非常多的 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一些重要的原则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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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